自从冠状病毒肆虐的新闻播出后 一名台湾女子认为 她的爱犬救了她一命 因为女子的护照被爱犬咬烂 只好取消前往武汉旅游的计划 根据Lab Bible的报道指出 这名女子原定本月 要和家人一起到武汉旅行 但是这趟旅行被迫取消 因为她的爱犬阿金 咬破了她的护照 女子拍下被咬碎的护照 并在1月13号当天 将照片上传到个人脸书 她写下 一回到房间就发现这一幕 她说当她回到家后 就发现阿金躺在被咬烂的护照旁 表示她无法购买本月 前往武汉的机票 照片上传隔美几天 新闻就报道 武汉出现冠状病毒的消息 意识到自己原本 可能会经历的事情后 阿金的主人重新发了 第二篇贴文并写下 你们还记得护照这件事吗 仔细回想 这孩子真的是在保护我 我护照被撕毁后 原本我打算去的地方 开始病毒肆虐 现在想起来挺悬 也挺感动的 还好有你阻挡了我们的行程 中国武汉一名医生 因为感染冠状病毒死亡后 疫情才曝了光 中国当地电视台 在贴文中分享这则新闻 并表示62岁的梁武东医生 不幸撒手人寰 根据英国BBC的新闻报道指出 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 已经增加至80人 且近3000人确诊感染此病毒 此外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地区也传出了 41起感染的个案 其中包括泰国 美国和澳洲等地 目前中国以外地区 并无因感染而死亡的案例 冠状病毒会造成 急性呼吸道感染 目前尚未有任何药物 或是疫苗可供治疗 大多数因冠状病毒 死亡的族群为老年人 或是具有呼吸道病史的患者 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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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物